如同海洋般的蔚蓝或是应景喜气的新春红佩金 您希望爱河灯光是什么颜色 作为2022台湾灯会在高雄 主灯之一的爱河智慧灯光系统 即将于1月29号晚上6点起 开放民众票选爱河灯光色彩 累计至2月1号虎年的第一天 将首度展演票选的结果 民众只要注册台湾灯会防疫平台 均能够参与票选 决定每天爱河灯光的场景色调 让全民参与体验 落实智慧防疫升级的新灯会 同时展现数位美学环境艺术的设计理念 那从2月1号开始 每天都是累积前一天的票选结果 就是每天我们晚上6点开始 然后一直票选到明天这样子 然后隔天的7点到晚上的12点 就会进行灯光的展演 这次的爱河之光由你角色票选活动 将是全台第一个每周7天 每天都有不同色调的水上主灯视觉效果 高度展现智慧灯控系统的可控性 民众仅续于灯会期间 至台湾灯会防疫平台 完成注册并且取得灯会码后票选 就能够决定爱河的独特灯光场景 无需和他人接触 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既能够安心防疫 也能够看见多元样貌的灯会主灯 这一次透过智慧灯控的概念 就是可以实践说我所建 我所控制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范围 它不再是过去单一桥体的一个色彩变化 而是整个景观的光环境的改善 文化局这一次运用科技打造爱河智慧光环境 展现更充沛的艺术能量和无限的可能 超过十组的爱河主灯限定新色 也将首度于2月1号起陆续亮相 实现主灯是一条河的美丽壮阔 民众透过台湾灯会注册防疫平台 将可以体验防疫再升级的 2022台湾灯会在高雄 一同见证防疫智慧新灯会 记者张世民 赖昌邦 高雄报道